接下來看的是台北上 柯文哲今天在議會總質詢 而市議員指出 用悠遊卡搭捷運打8折 但是卻要花北捷補助款18億 建議是不是能改由悠遊卡公司來負擔 柯文哲就誇議員很聰明 這個問題的確存在很久 不過卻讓議長聽不下去 出名喊卡 你這樣會突顯其他62個不聰明 這樣是不太好 直接停下來 那個市長是你的新政策 你不要遇到其他所有議員好不好 連影像網紅的議長 也跳出來糾正柯文哲小心發言 不過會和議員一來一往 到最夠都是因為市議員 點出北捷位提升使用率 技術使用悠遊卡搭捷運 享有8折的優惠 卻因此增加18億負擔 這個問題已經存在超過20年了 然後一下子說 你要蓋這個 跟你講 你要怎麼講 為什麼過去20年 20年的這個台北市政府 都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跟優惠卡完全無關 這是北捷要少賺18億 就是他的少收18億 解釋沒有獨厚悠遊卡公司 北捷補貼額最後都是回饋到民眾 如今達成目標 柯文哲承諾一週給答案 議員鎖定交通議題猛批 還有 為什麼我們在三橫三中 還沒有完工之前 還沒有真正看到人民 對這樣一個自行車道 是不是真的喜歡還是反感 還是有實際的需求 之前我們還要再砸 明年還要砸8億 議員質疑自詩省錢一哥的柯文哲 竟然願意花大錢 蓋還沒有做好民意調查的自行車道 你這個要求很合理 所以我本來我是想隔離 不過你這樣講話就隔離也不太過 這樣我們要回去 先把這個自行車三橫三中完成 要兵庫辦法先列出來 那我們考慮看看多少時間 台北市長柯文哲原本說12月1號開始 台北市全面的停車格都要收費 不過像這樣子6米寬的巷道 因為太窄了連會車都很困難 以後這樣子巷道的停車格 收費的措施要取消 為體查明義政策上路前大轉彎 6米巷道停車格改成有條件不收費 如果經當地居民表決同意 再有劃設標線型人行道的前提下 可免收停車費 雖然民眾省些荷包 但柯文哲還是遭批政策反覆不定 幽電TV王世凱全亞與黃慧珍 台北報導